各位,很欢迎收看这个节目 我是小提琴手,叶兆熙 今集会讲的就是Staccato 其实,我想Staccato 大家不要想得太过复杂 其实,如果我们以那个音色去看 就很多东西都自然会明白的 问一下自己拉出来的好不好听 会不会生硬那头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就自然知道应该要怎么练 怎么拉才对的 否则说太多 大家可能会 将注意力 继续在错的地方 我试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 什么时候呢 今天是 好像是6月28日 就是两场 表演的 一个风荡的时间 那我就 利用这个时间 就很快 讲一讲 Staccato Staccato 中文叫做断咒 Staccato 其实是意大利文 英文就是 detached 中文就是分开的意思 分开 所以你能看到 字面的意思 其实是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开始学Staccato 所以我们说 右手要给力 然后 这样拉 是不是 或者可能是连续两个 分工的话 就是 OK 但是呢 我想说的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学Staccato 都是 走了很大的 冤枉路 不是应该 走了很大的 很大的 弯 然后才可以 拉 拉 才可以拉 拉一些好听的 Staccato 我们需不需要 走那么大段路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我们学了Staccato 我们去看 Suzuki 第三冊的第一首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这首 这是一首手来的 OK 但是我们会不会 这样拉呢 如果我们一开始 学Staccato 学完之后 就这样拉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那些Staccato 很生压 第一 第二 就是 两个Staccato的音 是没有变化 其实 再说 就是Staccato 没有离开弦 其实就是 这三 三样东西 Staccato 是应该离开弦的 如果我们 如果 拉得有经验 的时候 当我们 可能已经考了八级 拉了五六年琴 我们就知道 Staccato 不会是两个一模一样 那是不好听的 应该是怎么样呢 大家听到 两个Staccato 这个是弱点 跟着这个多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想的音乐 是向着第三个音 我们想向着第三个音 因为这样才是有 Phrasing 如果要做到这种Staccato 首先 右手一定不可以硬 手腕 手指不可以硬 如果你的手 你不懂得将 即是你的手腕 是没有活动的余地 手指也没有活动的余地 你拉出来的东西 就会变成我们一开始 讲的那种 音色 你做不到的 我希望大家 学Staccato 可以记住 Staccato 离开条弦 当然 离开条弦之后 不要让它去到那么高 还有 要 返到下去 很近条弦的时候 你的手指 要 准备好 你不能让它 由半空 踏下去 你不能控制它 OK 离开条弦 Off the string On the string 其实都是很近的 第二就是 Staccato是有变化的 不会是两个音一样 试试做这两样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做到的话 立刻拉很多东西 是会好听很多 不会再局限 到底Staccato 是要On the string Off the string 是要多长 还是怎样成 这样想是太复杂 总之好听 就可以了